大家好,今天分享一款香酥萝卜肉饼 外皮又脆又酥,肉馅鲜美滑嫩,一起来做吧 300克面粉中加入3克盐,搅拌均匀 加入180毫升常温水,搅成絮状 搅匀后下手揉成团 这个面团一定要多揉一回,把它揉匀揉透 揉成这样光滑细腻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它整理成长条 分成等份的8个面积 取出一个面积,先把它揉圆 再搓成圆柱状 盘子底部刷一层油 摆上揉好的面积 在剂子表面也刷一层油 盖上保鲜膜,饧40分钟以上 接下来准备一半白萝卜,约600克,把它擦成丝 加入适量盐,抓拌均匀,腌出水分 再来准备300克猪肉,加入几片生姜,搅成肉馅 搅好后倒入盆中 加入适量生抽,老抽,蚝油,盐,鸡精,五香粉,五椒粉 先把所有食材搅拌均匀,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腌好的萝卜钻干水分 剁碎 加入到肉馅中 再加入多一点的葱花 淋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搅拌均匀,馅料就调好了 这个馅特别香 取一个小碗,加入一勺面粉,一勺料油,搅拌均匀 调成细油酥,备用 饧面时间到了,看一下饧好的面积 按压不会回弹,而且能撑得很长不断裂 先在揉面垫上抹一层油 取出一个面积,用手撑长按扁 用擀面杖上下左右擀开 如饰品中这样,捏住两个脚把它称薄 在一半面皮上涂抹一层油酥 再一头放上肉馅 提起两个脚交叉叠方,将肉馅包起来 然后一边称长,一边滚动卷起 一直卷到周边都看不到馅料 最后在尾部流出15厘米,划成细长条 然后继续称长,卷起 最后把尾部称薄,压在底部,一个生坯就做好了 全部做好后,按顺序按压成小饼 电饼称鱼热,多刷一点油 油温微热,放入饼皮 盖上盖子中火烙饼 烙至底部金黄,翻个面 烙至另一面金黄,再次翻面 烙的过程中,请观察,请转动,让它受热均匀 淋入一些清水,加速成熟 带水分收干,再烙两分钟 烙至外皮焦脆,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我们的香酥萝卜肉饼就制作完成了 看一下这个肉饼有没有食欲 外皮焦黄酥脆,里面的猪肉萝卜 非常的鲜美滑嫩,真的太香了 喜欢的朋友可以关注收藏一下 感谢您的观看,我们下期见